离开了吉家庄堡啊 距这个宇州城可就不远了 这一路上啊 有很多漂亮的风随 往北走啊 拐过来不远呢 就是这个西大营古堡 再往前走呢 捋着湖流河呀 您就能看到北水泉呢 黄梅呀 再往前过了湖流河呀 开阳堡啊 化修营啊 这湖流河边上的古人类遗迹 都在这个附近 您可以捎在手的一块看看 咱们今天的路线呢 不忘北 咱们还得拐过头来 本南 沙奔这宇州城啊 和这个飞狐狱方向 这条大路啊 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雪荣花大盗 什么叫雪荣花呢 我这儿先留个扣子 明天咱们见了食物之后啊 我再跟您讲 我的脾气啊 那是不会走大路的 哎 直接从西河营镇子里穿过去 风景这边独好 这西河营镇呢 也有一处古迹 什么古迹呢 是查哈尔省 师范学校就职 这查哈尔省啊 也没有几个人 能知道这个名字了 哎 这名字早甩了 过时了 省都没了吗 从这营了 穿过去前面不远 过了齐的早啊 就是戴王城 那什么叫营了呀 很多年前呢 我认识这西河营镇上的 一个姑娘 据她跟我说啊 本镇人 西河营本镇人 称呼自己 就叫做营了人 您再加上啊 这个查尔南部最大的这个公办学校就在这个镇子上 所以说可想而知 西河营镇当年在整个宇州城那是有相当的地理优势的 所以说人呢也是这么的有优势感 称呼自己都是营了人 说到这个自信呢 我认为整个宇州城的人呢 都是颇为有优势感 颇为自信的 这宇州话呀 是这个张继口话和山西话的结合体 在我看来大同话都好辨识 这宇州话不容易听懂 可是啊 这郁县人就是这么的自信 他们称呼所有非郁县口音 都叫垮子 我就听说过呀 这两个郁县人呢 看这个新闻联播 这新闻联播上的主持人 他们也管他那口音叫垮子 为什么呢 因为本地人称呼自己呀 都是羽县人 新闻联播上呢 就称呼这儿啊 为郁县 郁厂 那原因很简单呢 您这羽字发音呢 这新华字典上没有 您想想新闻联播那主持人 他敢称呼这儿为 羽县吗 并多了啊 哎 说三回 这月工资没了 所以说人本地人呢 说那个主持人呢 他也是个垮子 这也就是我在节目里啊 经常羽不分的这么一个原因 我知道啊 按正字正音的 您应该念玉 玉吃功 玉吃竞得 笑玉 这都发玉的音 可没办法呀 去多了之后啊 也跟着念雨 这老听户 您还得见谅 说起这戴王城啊 就更有意思了 因为他更老 更有历史痕迹 不过呀 我觉得您来这阵子 路过也就行了 没必要 非得进城啊 去找那个赫赫有名的 三面戏楼 因为呀 被保护和修缠的过于严重 我觉得他已经失去了原本骨骼的味道 倒是城外啊 戴王城 这高大的残破成员 以及啊 这朔大的坟丘 那都是啊 秦汉道代古代古的遗迹 您倒可以看看 可能呢 您还会像我一样 发现不少的道洞 感叹一下 别往前靠前 咱们呀 不干那个瓜田里下的事 从戴王城啊 出来奔西 有一条小路 是直通宇州城的城北 过了这个新加庄以后啊 如果您季节赶对了 您将会看到啊 一片不一样的景色 玉州城啊 黄土高原的末梢 但是这边啊 是块洼地 还有种稻子的 这一片片稻田相连 您就能领略一下 江南水乡的感觉 那别有另一番情绪 不过我这回来啊 季节不对 哪都绿乎乎的 三拐两拐的 过了几座古堡 前边就是玉州古城 咱们先得完成 这次旅行的第一个心愿 得去看看那座呀 和黑神话悟空 有关系的古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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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不用我再跟宁王洗了磨缝了 这座古剑就是玉州北城墙上的玉皇阁 这黑神话悟空的官网上有这么一张宣传画 这张宣传画我想好多朋友都见过 其实您不知道吧 这张宣传画是两座中国古剑拼的 前面这座山西朔州重复寺的弥陀殿 远景处的那个楼阁式建筑就是玉线的玉皇阁 对了就是咱们眼前这座建筑 有人管这座楼阁的形式叫明三暗二 其实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这么说 我只知道这明三暗四说的是开尖 这明三暗二说是楼层 不如这么说对不对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您看了吗 这座楼阁您乍一看上去是三层 可您进里边一看您就明白了 里边是两层 至于这里边供的是什么神仙 咱们一会再聊 咱们先看看这座楼 说起来这座玉皇阁呀 它可不是这玉州城内最古老的古建筑 它是明代 可是要是明代而言呢 它就比较早了 它是洪武年 对 朱洪武啊 就是朱元璋那个年代 这个年号好查 因为在县制啊 它有所记载 写得很清楚 明洪武十年 那年按功力算 应该是1377年 您现在所熟知的北方古城 有很多都是明代兴建 明代古城啊 尤其是九边上的古城啊 都有一个显重特点 没有北门 为什么呢 因为自这个城园来讲啊 这门呢 一定是个不弱环节 那这大明朝在九边建成 它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为了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 所以说呀 这北城干脆就不建 没城门 所以这道险子就去了 就为了怕这个北方游牧民族快马弯刀 甚至这北城门就冲进城墙了 通常都在北方城园上建一座庙 建一座楼 有的呢 就是这个玉皇阁 北方属水又属玄色 所以说也有不少啊 建这个真武庙的 玉县古城也不例外 北边城园上没有城门 建的就是这座玉皇国 当年的名字 它叫做静边楼 广是这个建筑面积啊 就两千多平米 坐北朝南 分上下的两院 这布局是相当的严谨 哎这下院呢 是龙虎殿 是道教里边才有的 这么一座大殿 哎上院呢 就是玉皇阁 这龙虎殿的这个建筑格式啊 是硬山顶 玉皇阁呢 是重沿歇山顶 至于这两种屋顶 是怎么分呢 明儿再说 为什么呀 明天我要带您去 玉县的一座古迹啊 在一个院里 中国建筑的屋顶格式啊 几乎都囊括了 所以说啊 这个袜单呢 咱们再一夜也 明天再给您抖开 从这个下院里 捋着踏舵往上走 十八个台阶啊 上边就是无上至尊门 从这台头往上看上去 您是感觉这台阶又抖啊 这门又小 非常有压迫感 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为了让您还没看见这座静边楼呢 您就感觉到它的压迫感 打心里啊 您就能产生一种敬畏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楼阁 它是一座神殿 进得门来啊 中古二楼立在两旁 能上去参观 我劝您还是别上去 楼梯挺窄的 窄窄窄窄 再出点什么危险呢 那就直不当的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这君子不拘 微堂之下 再者说呀 这个中国古建呢 从外边看才是最精彩的 您真上这个窄窄窄窄的古楼上边去 您也不一定就能领略到啊 这个古建有多美 抬起头来看大殿呢 那可就漂亮了 正殿正己上啊 琉璃八仙人 琉璃盘龙 痴吻等装饰啊 是栩栩如生 不但如此啊 两边还列着八仙人 这种格式啊 在中国古建上是相当罕见的 几乎都出在道观当中 殿脚上啊 挑言高耸都挂着脚铃 风人一吹啊 是窝了窝愣响哗愣啊 这我怎么想起一句 西河大谷的词了呀 那咱们现在进大殿 瞧瞧神仙去 先别忙 您看这狼眼底下 有两排词碑 以大门为中心 是左一排啊 右一排 这些个碑啊 都是功德碑 没什么看头 甚至啊 还有几块啊 跟这个玉线的玉皇阁 都没什么关系 是属于玉线的文保部门啊 既放在这儿的 包括大门口 狼子底下放着那几块碑 可是呢 有两块啊 我看着有意思 第一块呢 就是刚进门的时候啊 在这个下垂手的门底下啊 那儿有一块木制寒和的盖 标准的明代传书 非常的规整 挺有意思 时代烙印非常的明显 咱们再说啊 这玉皇阁 篮子底下这几块碑 哎 您瞧 这块碑没有 这块碑啊 叫天仙子词 这可是一块正经的书法碑 它是明中旗 嘉靖二十三年 那年按功力算的 应该是一五四四年 明朝的一个官 叫做苏志高 他守书的 这种碑客文物啊 虽然不壮丽 也不秀美 但是他身上 所承载的文化符号啊 是最强的 我觉得这种文物 才是中国文物 中国国宝的最强音 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故宫伯苑珍宝无数 为什么给几块 刻着传书的石骨 能腾出整整一座大殿来展出呢 对喽 因为这些才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物的最强音 得了咱们走马观花的 一个游记小片啊 不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咱们还是进去啊 看个神仙去吧 抬眼看着塑像啊 您可以忽略不计 这大殿里最值得让您欣赏的 就是壁画和题记 整座大殿的彻上名造 没有天花 您抬头看的也不是天药板 那是楼上的楼板 横梁上的题记 是维修和维护的题记 有意思的呢 是您在窗帘上还隐约 能看见古代文人默刻的题记 这种东西啊 很容易被人忽视 就拿预线说吧 有很多古庙啊 墙上和窗帘上有不少清代人的题壁和题记 这我当年都是亲眼得见的 那是十几年以前 后来再来遇见 庙重修了 修的那个墙啊 那叫一个光 那叫一个亮 这些题壁和题记就全被盖住了 或者就被铲掉了 我觉得这呀是以后古剑修复工作者应该注意的一件事情 这不是抱歉天物糟的东西吗 哎 这古剑这东西有保护的不好的 那就有保护的好的 您瞧就这一屋子的壁画 北墙上啊 是整幅的风神图五月大地 法相庄严是栩栩如生 这线条勾画的笔法流上 在色彩方面一看就是用的矿物质的颜料 直到今天呢 这色彩还是十分的鲜艳 正面的壁画都是神仙头子 哎呀 没有什么意思 其实最精彩的是两边的壁画 两边是什么壁画 这就是一整幅的雷布三十六神 您在中国其他的道教寺院壁画里 几乎是看不见的 只有这有 古代的玉县人呢 对雷风冰雹是非常敬畏的 您看也能看明白 这玉县的三面环山 大风从北来啊 并且这块山间平原呢 无遮挡无高地 气候无常啊 常常闹饱灾 并且呢 这几面环山呢 在这儿您要听打个雷啊 那是非常响的 那个四外拢音呢 所以说这迅雷则风裂必变 天象如此险恶 这人呢自然就敬畏天神 您看刚才咱们说啊 路过的那个叫戴王城的地儿 那有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 叫点杆子 是一项晚上举行的民俗活动 在每年的春天 这项活动啊 好多年不搞了 因为是在晚上举行啊 所以说时常有踩踏事故 那么这点杆是干嘛呢 说白了呀 就是晚上集中到一块 放炮仗 那放的炮仗就有多少呢 那就是有多少放多少 这是一项民俗 也是一项敬神 敬的是什么神 敬的就是冰雹之神 那么说了 冰雹之神是谁呀 哎 李左车呀 李左车是谁 您不知道啊 这淮河营 您听过吗 京剧淮河营 对就是这李左车 至于他怎么成的冰雹之神呢 咱们今儿不聊民俗 咱们不在这儿交的 您想听哪天 我再讲给您 所以在这玉县最气势磅礴的 这么一座寺院庙宇当中的壁画 画的就是雷布众神 雷布众神有多少了 三十六位 这三十六位雷布大神呢 一共分为三班 都哪三班呢 分天地人三班 这天雷布的十二个雷神管什么呢 行云那步雨呀 这行风啊 行冰雹啊 行枭行杀等等等等 这地雷布十二雷公都管什么呀 揪善成恶 收灾收毒 寻天察恶 那人布这十二位雷神管什么呀 去祸去害破账收魂 这些个雷神话呢 基本上都跟真人等身大小 哎 那容貌是非常的生动 您仔细看呢 就能看出古人有多么的脑洞大开 从面向上讲啊 都似人非人 似兽非兽 有猴脸的 有猪脸的 又人面的 还有生得鸟会长嘴的 都穿着金盔铁甲 有的还泪生双世 要不然呢 就是泪下呀 悬挂着兵器 要不然就是手里边都持着法器 套着这群雷布众神呢 是发力无边 从这大殿出来 您转过来呀 在这玉横阁的东房山上啊 这有两个 只有我知道的故事 哎 什么故事呢 我说给您听 在这道横梁上啊 这有一个弹孔 原来呀 十年以前我来的时候 这里边欠着一颗子弹 我当时就想把它抠出来带走 可是我一想着 古迹上的东西 能随便拿吗 最后啊 哎 就作罢了 可是前两年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我倒是没把它抠走 让别人抠走了 还有一件事啊 是一件非常有时代烙印的事 就在玉皇阁的东北角上 刻着这么两行字 昭和十二年的 九月二十八日 下边还刻着太阳两个字 那昭和十二年的 我们都知道 一九三七年 正是全面抗战开始的那年 从这文字上 您可以看出来 留下这两行字的人呢 那不是鬼子 就是汉奸 让我看来呀 这个鬼子的可能性巨大 从这个一米五的高度上 我能判断得出来 大概其呀 这孙子是垫着脚尖 刻上去的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玉皇阁的东墙啊 是整修过的 我真怕把这两行字啊 给修没了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侵华罪证 起到警示后人之用 得嘞 哪天您去呀 您自己瞧瞧去 我希望您呢 也能找得到 得嘞 这就是玉州玉皇阁的故事 明天我带您到城里 去看另外两处古迹 咱们从这个明代走出来 再往前慢一步 看看这个元代的大殿 漂亮的走景 稍得手呢 再告诉您呢 在玉县花九个钱 就能让您吃饱 最满足的一次午饭 得嘞 您早接着咱们明儿见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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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